到底什么原因让西游记的导演杨洁说出这种话 1982年央视决定筹拍西游记时 台里没人没钱没设备 连给西游剧组的摄像机都只有一台 即便如此杨洁临危受命 扛下了总导演这面大旗 丈夫王重秋也跟着老婆一起站了出来 成了剧组唯一的摄像 就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 杨洁带着全剧组一千多人 开启了漫长的西游之路 或许冥冥公自有天意 玄奘大师取经用了17年 整部西游记就拍了整整17年 17年的时间 给他拍摄完成了 和真正唐僧的原型 玄奘大师西天取经的时间是一样的 整整17年 一个女导演带着对名著的前程 几乎跑遍全国 为了高度还原名著 张家界踩警时 杨洁差点摔下悬崖 幸亏树桩挂住了衣服 才捡回一命 像这样的惊险有很多 但他从来不说 因为在所有人眼里 他是导演是一面大旗 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 他还是一位母亲 每天夜里都时刻挂念 才上初一的女儿 自己跟丈夫在外拍戏 12岁的女儿 一人待在北京 一个初一的小孩 哪会照顾自己 经常鸡一顿 饱一顿 八六半西游记拍了六年 孩子就吃了六年的百家饭 经常吃的几家店 饭前都是杨洁攒着几个月 回家一起结 为了一部名副 让出了整个家庭 所以杨洁对西游记的拍摄 是无比较真 那段时间 很多人脱关系找后门 想在名副中演一个角色 但都被他一口拒绝 因为这他得罪了不少人 杨洁一听立马喊停了拍摄 还成立了调查小组 可过了段时间 调查小组哭着回来跟领导讲 再给他们多点钱吧 他们实在太苦了 杨洁心里暗喜 没想到因火得福 可剧组资金用完之后 领导却拒绝投钱 让随便结尾就行 杨洁赶回台里一问才得知 原本有三百万的投资款 被《红楼梦》剧组结族先登了 如果还想继续拍摄 钱只能自己想办法 杨洁心想不能停 必须继续拍 所以最后专门在片尾 感谢铁路局 可飞速上涨的物价 和开始收费的景点 让三百万也没能坚持到最后 原定的三十集 也被砍成了二十五集 甚至最后 整个剧组连饭都吃不起 杨洁自掏腰包给大家买饭 硬是坚持到二十五集拍完 1986年 《西游记》一经播出 立马火爆全球 剧组接到了新加坡的演出邀请 杨洁心想 这是杨梅吐气的好机会 面对之前日版美版的恶搞 这次一定让世界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名著 就在大家认真排练的时候 师徒四人却连连请假 耽搁整个剧组排练进度 一打听才知道 四人跑去走学伤眼了 杨洁非常生气 严重批评了他们 这让四人怀恨在心 跑去跟领导告状 还警告剧组其他人 不准跟杨洁走得太近 到了出国前夕 甚至扬言杨洁去 他们就不去 杨洁发生了一些 很不愉快的事情 以至于人居然能喊臭 杨洁去我们就不停 六代风雨晴 回眸笑中泪 所有一起经过的事情 在利益面前都变成了泡沫 曾经的大导演 如今居然没人敢靠近 就在所有人都想利用西游记的爆火 让自己得名得利时 只有杨洁心里还惦记着之前 因为资金短缺 未能完成的那五集 杨洁说那就是我的梦想 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拍完 而为了这一天 他整整等了十年 杨洁终于开始筹备拍摄续集 这下师徒四人急了 他们上门道歉 甚至有人为此下跪落泪 杨洁想着年轻人刚出名 抵不住金钱和名利的诱惑 是正常的 他选择了原谅 谁料真心再次被辜负 开拍之前找师徒四人来示茧 他们总是拖着不来 后来才知道这四人又是去商演了 大家都在劝杨洁 换掉个别不听话的人 以保剧组安定 思索之后 他换掉了猪八戒跟沙僧 这让饰演猪八戒的马德华十分不满 和杨洁这种做法 其实大家都知道 杨洁失败的不是作品 而是没看透人性 利益是面照妖镜 有人成名望本 但还有人坚持着最初的梦想 因为我们是在搞艺术 我们没有为钱 没有为名 没有为力